嗯,我明天有生日咯 明天就是我的生日咯 嗯,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给我一个惊喜呢 还是他们会把我的生日给忘了呢 嗯,小油小油,你在干嘛呢 哦,我在看,我在看视频 哦,我看了视频上面说 如果谁坐凳上坐越久 然后就滑这个滑板越顺利 哦,那好吧 嗯,那小油我想问一下你 你明天干嘛呀 嗯,你明天我觉得我会在家里呀 在家里,然后明天又是星期天 不知道 哦,肯定不会干一些比较无聊的事情的 嗯,那也就是说 你明天也没有什么事情咯 嗯,那要是明天 嗯,那汉娜,汉娜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汉娜,汉娜 一二三四五 哦哦哦哦,艾玛艾玛 嗯,你在干嘛 哦,我在做练习 你还是不要看咯 这要不然我会害羞的 嗯,嗯,嗯,汉娜 你知道吗 你明天有什么事情呢 嗯,明天吗 嗯,明天 皮亚好像有一个生日 嗯,我要去看皮亚 嗯,皮亚有一个生日啊 哦,那好吧 那你是不是要去市中心的购物中心呢 嗯,那那是不是皮亚会有一个小生日礼物呢 啊,好了,爸爸妈妈 我带艾玛去这个市中心商店购物逛一逛 我要给明天给皮亚准备一个生日礼物了 嗯,你们知道呢 明天皮亚也有这个生日 嗯,那好吧 嗯,那皮亚如果生日 那我也跟着你去看一看吧 嗯,嗯 妈妈肯定是知道明天是我的生日 但是妈妈什么都没有说 嗯,好了好了 这两个人走了 我们可以开始来准备我们这个派对了 小悠小悠,快下来快下来 快下来 哦,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我马上就下来咯 嗯 哦 我觉得吧 她可能也已经忘了她自己呢是有生日的 嗯 那我们肯定不要告诉她我们准备了什么 好了好了好了 太好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已经可以准备好她了 我们先从这边开始 嗯 我觉得我们可以 肯定可以完成的 嗯,没问题没问题 我可以把她带过来 这个绝对是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 嗯 哦,小悠,你干这件事情让你干的非常的不错 嗯,大家肯定都会给你一个这个口头表扬的 嗯,那好吧,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开始呢 嗯,好的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得要看看 开始给她慢慢的放到这里咯 嗯 但是我不知道汉娜知不知道明天就是她的一个生日呢 希望她能够想过来 嗯,你觉得皮亚喜欢什么呢 嗯,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皮亚会喜欢什么 但是你可以问一下我喜欢什么 哦,嘿 呃,尤柳斯 哦 嗯,你在干嘛呢 你还好吗 嗯,当然了 呃,尤柳斯 呃,你明天干嘛呀 你明天有没有事情呢 呃,我明天去皮亚的生日派对 汉娜也要去的 嗯 现在所有人都是给皮亚去找生日礼物 都没有人想到我啊 嗯 啊,我们去看看这个这个运动品牌吧 嗯,我觉得皮亚肯定会不是特别习惯这种特别大的运动品牌 我们还是换一家吧 那你觉得这些衣服怎么样 你觉得衣服皮亚会喜欢吗 嗯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有点傻傻的 嗯 我觉得 这个圣诞礼物的话 他们可以在,嗯,在11月份的时候再准备圣诞礼物 不要这么早的准备圣诞礼物 嗯,艾玛拉,你觉得这个小包包怎么样 你觉得这个包包好看吗 嗯,我不喜欢,这无所谓了 嗯,喜欢什么样的包包都可以啊 嗯,那好吧 嗯,我们可以从这边看一下 哦,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多帅哦 超酷的一个,有没有 哇,它可以直接从上面一直给它连了下来 哦,Martin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大哦 嗯,小油 你确定你真的是要把它一直放在这里吗 哇,这个超大超大的 我觉得我也好喜欢它 哦,我觉得他们回来了 我们回来了哦 我们回来了,回家了 嗯,现在我要直接回我的房间 因为我现在非常的伤心 哦,哈娜 这是什么 哦,这是一个超大超级大 超级超级大的一个滑梯 哇,从上面一直连了下来 看到没有,海马 这个是我给你的礼物哦 这个礼物是我想出来的 呵呵呵呵,是不是特别的棒 小油,你怎么能把它说出来 嗯,那好吧 哦,耶 太好了,太好了 你们竟然还想到了我 嗯 现在还不可以在这网下面做哦 明天才可以做 你们不可以在这做哦 哦,我简直都不可以 都很难以想象